到27到30度 但是早晚还是有凉意 但是好天气并没有带来好空气 要特别提醒目前在高雄的大辽地区 空气品质呈现红色警示 对所有族群不健康 这是因为污染物不容易扩散 所以今天在西半部地区的朋友 还是要特别的注意 这里是中国广播公司 放眼全球趋势 掌握时事脉动 解读您关心的新闻话题 早安,我是蓝轩 每一天的开始就从蓝轩时间 好,早安 回到第二个小时的蓝轩时间 蓝轩看世界 也跟收看直播的朋友说声早安 OK好,今天的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了 过去这个周末天气还蛮好的 是不是有出去走走 户外是还不错 我也去户外走走了 其实在户外 我觉得大家心情放的轻松很多 还是有人戴口罩 但是就是在比较近到餐厅里面的时候 不过去餐厅也是有点矛盾 就是说如果你从户外进到餐厅的话 那就是户外是空气流通的 所以可能不用戴口罩 但进到餐厅觉得人变多了 所以要戴口罩 但接下来要吃东西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觉得进到餐厅里面去也是一个比较伤脑筋的 不过我想如果大家都做好自我隔离自主控管的话 这个其实在外面用餐应该可以也是可以放心的了 否则的话 现在整个的经济活动真的是越来越沉寂 越来越萧条了 好 不论如何 过去 这个周末希望你过得好 好 那这样这个好天气 大概会维持个两三天 到了礼拜三的时候 可能温度会稍微的受到封面的影响会骤降 好 那所以在这一两天 这个天气会像春天暖暖的春天 好那所以在今天天气也是这个样子的 西半部日夜温差是大的 白天就是暖暖的 但是早出晚归的朋友就要特别注意了 就是天气会很快的变凉 好 那在东半部地区的话会有些局部性的短暂阵雨 在西半部跟金门马祖容易有局部误 大概来说的话是在两天好天气里面稍微要注意一下的 那再来的话就是空气品质了 这空气品质其实不是很好 在整个的西半部地区因为是被封面的关系 所以扩散条件不好 容易累积这些污染物 从桃竹苗开始 沿海地区就可能是橘色提醒 一路是到中部地区 云嘉南还有高平地区都是橘色提醒 甚至南部地区的局部时间 说短时间可能会是红色警戒 那我目前看到的事实上在高雄大辽就已经是红色警戒了 那另外的话从中部 目前看起来的侧站是从2020跟斗六这个方面 以南就有不少都是橘色提醒 OK好 所以有关空气品质部分的话 要稍微注意 否则今天天气还算不错 还有一两天的好天气 OK那我们来看每个地方详细的温度 还有降雨几率 我们看到在北部地区 大概就是零零星星的在北北基 有降雨几率10% 此外的话西半部地区降雨几率都是0 那温度分别是15到26度是北部地区 中部是17到27 南部是17到30度 哇30度 真的是还蛮热的像夏天了 好那在东半部地区 宜兰18到26度 降雨几率20% 花冬19到27 降雨几率10到20 外岛地区是12到23度 降雨几率0 好所以这些是跟天气相关的讯息提供 那看完天气一样 这个接下来看的就是疫情最新的全球 这个在今天清晨6点为止的 这个相关的数字统计 在全球部分看起来是78,986个人 死亡的是2468个人 这个时候的话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但是我想中国大陆之外 有几个地方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 一个是台湾 台湾的话在昨天又增加了两个的确诊病例 也是来自于北部地区 所以我们现在来到了28个确诊的病例了 好那这个部分是台湾 那在全球部分可能也更严峻的 我想大家会特别关注到的 是在继日本之后 南韩出现了非常大的防疫漏洞 他们大丘教堂往外延伸的 现在已经非常快速的扩增到了602个人 这个实在是很吓人 这个很快的确诊人数都往上飙升 死亡人数也来到6个人 那另外的话是意大利 在欧洲部分的话 收到关注的是意大利 他在瞬间也是这个周末一两天时间里面 他已经152个人确诊 死亡的是3个人 那另外的话在中东地区 也是在过去这个周末当中 很快的暴增了到了43个人 而且他死亡人数是中国之外 死亡人数最多的 他来到了8个人 所以这些部分的话都是 在目前的全球疫情当中 现在大家比较担忧的是向外扩散了 先前本来是局限在中国大陆 然后中国大陆之外都是非常的零星 那现在后来是亚洲地区 那亚洲地区是日本 新加坡 然后泰国 然后韩国 那些韩国快速的飙升 那另外的话中东地区的伊朗 所以现在从伊朗蔓延出去的 包括以色列 黎巴嫩 沙尔地阿拉伯 目前都一个一个 就是都开始出现了这些零星的 这些确诊的案例了 所以现在很多国家跟伊朗的边境 通通都进行控管 再来的话就是欧洲的意大利 所以欧洲意大利 它算是在最早的时候 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台湾 还有确诊的病例 是非意大利的航线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意大利算是比较早 对于中国的这个来自于湖北的航班 是有警觉的 但是没想到 一段时间成绩之后 这个意大利突然之间 也是从小镇里头 开始往外蔓延 所以很快的到了152个人 所以这大致看起来是 有关于在中国之外 这个全球的疫情 有扩散 这样的一个局面 所以就变成 WHO也特别真的 这个局势也表示 其实是会让大家有点担心的 各国还是要提高警觉 因为它看起来 有一段时间是很沉寂的 好像往外走的状况很缓慢 一旦出来的时候 非常快速 这个部分我想 它的传播速度之快 我想是比较 让大家觉得会担忧的部分 好那不论如何 有关于疫情的最新 我们待会再来跟大家说 大致来说 让大家掌握一下 经过这个周末 大家可能在家里面 比较放松心情 比较没有看 这个相关的疫情报道 也不要一直看 我觉得疫情一直看 会让大家的心情 确实是会比较紧绷 过度忧心的 所以我们很快的 一次的替大家提供一下 这个周末 这个全球的疫情地图 好那看完这个相关的讯息以后 一样接下来要看的是欧美股市 在上个礼拜五的表现 确实上个礼拜五 受到疫情 确实有往外扩散的影响 欧美股市都是下跌的 我们先从美国开始看起 在美国 那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 227.59点 收在28,992.41点 跌幅是0.78% 那萨指数下跌174.37点 收在9576.59点 跌幅是1.79% 而S&P500下跌了1.05% 另外的费城半导体 跌了2.99% 所以这是下跌的美国股市 那欧洲三大指数呢 也都是下滑 法国呢跌了0.54% 德国呢跌了0.62% 英国金融时报指数呢 下滑了0.44% 好 所以呢 就是 这个看起来 欧美股市呢 在上个礼拜五 这个表现呢 是依旧的 这个受到了新冠病毒的 恐慌的影响 好 那这个部分看起来呢 首先就是几个防疫漏洞了 那我们讲到的防疫漏洞 刚才是在讲中国之外嘛 那这个礼拜五的时候呢 传出来稍早传出来的呢 事实上是中国大陆 又出现了这个防疫的漏洞 因为中国大陆在过去的 这十几天里面 算是控制的还不错的 在湖北武汉之外 它的疫情相对来说 是增加的很缓慢的 但是在礼拜五的时候呢 突然金船几个大的监狱 出现了群聚的感染 这个当中呢 包括了山东 包括了浙江 包括了湖北 所以湖北就是武汉所在嘛 那所以湖北呢 一爆发出来 也是蛮惊人的 这个女子监狱呢 突然之间呢 就两百多个确诊 所以目前的状况 就是这个部分 是中国大陆出现的 在过去这几天里面 最大的防疫漏洞 所以这个中共当局 已经立即的 把这些监狱的主管 通通都革职处分了 但是这个部分 也让这个礼拜五的时候 萧綦出来 这个股市受到相当的影响 那更不用说 接下来的南韩 在那个时候 其实已经 这个疫情传出来了 大邱教堂 这个超级感染者 超级传播者 这部分也受到了关注 好 所以这些部分 还包括伊朗 那时候新增的讯息 都已经出来了了 所以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这些跟疫情有关的讯息 造成了 这个在礼拜五的时候 避险情绪高涨 包括金价飙升 包括日元走强 然后30年的 公债的殖利率 摔到了历史的新低 1.89%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 避险的心态 影响的 所以这部分 是来自于疫情的 相关的影响 另外的话 我们看到就数字的部分 这个是IHS 是汇丰 汇丰他们也公布了 他们所调查的 财购经理人的指数 这个指数 看到2月份 包括在美国 综合的PMI指数 是下降了3.7 到达了59.6 是在荣枯值以下 我们休息了 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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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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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伊朗等等的出来之间暴增的这些个案 都让股市受到了一些影响 再来的话就指数来看是RIHS 他们所公布的综合的PMI指数 也让美国方面它是跌到了融库值以下 所以说创下2013年10月份也来的最差的表现 那这个部分综合的话就代表制造业跟服务业都受到了影响 那么可想而知这个制造业的部分的话 当然跟这个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世界工厂是有关系的 所以相关的全球供应链是不会受到影响 那初步来看的话呢 受到影响是一定已经有的了 包括了复工的时间一直往后延等等 那但是现在呢可能一般预期担心说呢 这个供应链中断的时间会比预期来得久 我想这个部分呢是比较受到担心的 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服务业 而这服务业目前看起来就中国之外 这个中国当然很大的一个消费体 它的一些服务因此都趋缓 很多的已经不只是封城了 还封楼的 就是说禁止它下楼 然后呢每一天 他们会派人去这个你问候 所以也是确认 你是不是有待在家里面不能跑跑 那一致的就是从外面供货进去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外面的一些 不管是什么餐厅啦 百货公司啦 这个等等地方 一些的经济活动 在中国大陆都是停摆的 那实际上还不止 你去看到现在最新的像是意大利 意大利这个状况的话呢 因为他们的时装周即将要登场 他们现在已经破天荒的 他们的时装周要改成线上走秀 就是说本来昨天前天还看到说 他们认为这个可能足球赛先暂缓 但是呢时装周要继续 但是在今天最新的时装周 也决定改成线上 所以你可以理解 像这样的状况的话呢 连服务业消费等等 也都受到了相当的影响 那这个部分呢是在 这个美国的相关数字上面 看得到 我想呢不止美国 这个全球各个地方 也都感受到这样子一阵一阵的 冷冷的啊 这个寒风吹向啊 这个消费的市场 对台湾来说市场也是啦 好所以呢 这个部分就要看疫情 到底这个还会接下去多久了 好那就市场上面看起来的话 上个礼拜五啊 就是科技跟能源类股啊 是受到相当大的影响的 好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我们看到油价啊 这个油价呢 在上个礼拜五呢 也下跌了 在纽约部分呢 下跌了0.9% 收贷每一桶53.38块钱美金 伦敦布兰特原油下跌1.4% 收贷每一桶58.5块钱美金 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除了受到疫情的影响之外呢 也还包括了啊 想要扩大减产 但是呢 沙烏地阿拉伯跟俄罗斯之间呢 目前还是谈不拢 OK就就就一整个礼拜来看的话呢 今天早上你去加油 呃还是涨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上个礼拜五是下跌的 因为先前呢 其实涨了几天啊 最主要是因为呃 疫情关系打算要减产啊 这个讯息带动的这个油价有几天 是上扬的啊 所以整周平均起来呢 也还是一个上扬的 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呃我们刚讲到啊 这个呃在汽油啊 这个呃上个礼拜五是下跌 那这个呃今天清晨开始的啊 这个汽油是涨六块钱 呃六六毛钱 油呃柴油是涨了七毛钱 啊 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是一整个礼拜的平均 大概是这个样子啊 好 那所以呢 这是欧美股市 我们看到的一些比较相关的状况 那OK 就这国际的新闻来说 今天呢 最受到关注的事上呢 也还是跟疫情有关啊 呃之前呢 还有一些美国总统大选的初选啊 零零星星的算是突破疫情 大家比较看得到的啊 这国际新闻 但是呢 过去这个周末看起来的话呢 国际新闻呢 也就都回到了疫情的焦点了啊 这边看到最主要的是 因为几个地方的扩大疫情 呃在南韩 在伊朗 在意大利 好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最新的状况 我们先讲这个呃 伊朗好了 因为伊朗目前死亡的啊 这个呃 人数还蛮多的啊 到现在为止呢 短短的几天 已经43个确诊的病例里面 8个人死亡 所以他就呃 这个确诊跟死亡的比比例来说的话呢 他算是全球啊 死亡率最高的啊 目前这样的一个地方 那他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 我看到他一开始的这个例子 目前来看的话呢 几个病例啊 都是来自于一个呢 叫做呢 呃 科姆 科姆的这个呃 城市 科姆这个城市呢 在伊朗是一个圣城 那他呢 每一天 大概都会有上千人啊 数千的信徒去造访 那关键在于说呢 他因为那个地方啊 这个先前有中国大陆方面呢 在那边呃 盖这个新的太阳能场 所以呢 他们目前往前去追踪 呃 认为呃 第一个在伊朗 感染了这个新冠肺炎的 应该是跟这个中国大陆的工人 哦 在这个那个太阳呃 太阳能工厂有关 好 但是呢 呃 那个时候大家就在过 我们的过年前后了 哦 那大家比较没有警觉 好 所以他就开始慢慢的扩散 那再加上呢 我们刚讲到了啊 科姆市这个地方呢 他是有非常活跃的 这个宗教活动的 那OK 所以呢 就让啊 这样子一个呃 信徒可能就带回了啊 把带扩散了啊 这个相关的一些新冠呃 肺炎的病毒到各个其他的城市 好 那所以呢 现在呢 整个的伊朗啊 对于这个城市往外扩散的一些地方呢 都严加的管制 而且呢 还特别啊 这个下令啊 这个科姆的所有的宗教活动暂停 啊 不过在这个之前 当他们提出这样子的一个 呃 这个要求的时候啊 其实 信徒啊 还一度的大反弹 啊 他们说他们集会期间呢 绝对不会造成问题的啊 认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 非常中 非常重要的啊 这个相关的活动 不过目前看起来呢 呃 已经不得不了啊 因为对他们来讲 就像是南韩的大球 呃 信仰这件事情当然很重要 但是呢 信仰在这样的疫情扩散的期间 经常就会成为呢 教徒很聚集的地方 而且是非常紧密的啊 这个人挨着人 呃 这个 跪下来 呃 祈祷的也有啊 然后呢 像是大球啊 他们就呃 看到这个相关的画面 呃 真的是呃 聚集都还蛮紧的啊 那还 你还要唱圣歌啦 要高喊阿门啦 呃 那对于这个清真寺里面来说的话呢 也还是有一些 诵经等等的活动啊 我想这些呢 都是目前伊朗担心 呃 要疫情扩大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那再来的话呢 是伊朗啊 他们在呃 三月下旬 会迎来他们的新年 所以呢 这部分对他们来说 是更紧张了啊 所以呢 避免疫情的扩大 目前他们首都德黑兰的 多间大学的医生 已经呼吁政府啊 即刻关闭 各级的学校 戏院 跟呃 体育场等等的呃 公共的场所 希望一直到新年的假期 结束之后呢 再来开放啊 那他们的新年是从 三月二十一号开始 到三月底 OK啊 所以呢 这部分呢 是来自于伊朗啊 他目前的状况 以及他可能比较面对 比较严峻的情况 一个呢 是呃 相关的太阳能的工厂 一开始应该是 他病原的来源 再来的话呢 碰上他们的呃 这个宗教啊 所以到这个清真寺里面 去祷告 这个地方科姆市呢 又是一个圣城 那再加上呢 接下来的这个新年 而对伊朗来说的话呢 这是一个很严峻 很关键的一个时刻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呃 意大利啊 意大利的呃 整个的状况呢 是来自于一个北部的 也是一个呃 城镇 那这个城镇呢 目前周边呢 呃的城镇 呃都是慢慢慢慢的出现 感染的症状 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回到啊 蓝熊时间啊 那我们看到呢 这个疫情呢 不断的扩散啊 这个全球 目前看起来呢 真的有点回到几个世纪以前啊 呃 交通非常不便利的时候啊 只是那个时候呢 是很呃 就是没没办法啊 这个人类的整个的交通工具的发明 还没有到呢 大家可以这样子呢 海阔天空啊 这个全球 翱翔啊 这个往来 但是呢 现在的话呢 呃 就算有能力哦 大家呢 也都开始呢 呃一个一个呢 呃拉起这些壁垒啊 目前呢 当然就是啊 呃就是严防啊 这个新冠病毒的扩散 所以我们刚讲到伊朗的情形啊 目前呢 他连呃 他的一些邻近的国家啊 包括像是伊拉克 土耳其 巴基斯坦 都已经纷纷关闭了 街廊 在伊朗的边界 阿富汗呢 也禁止了两国之间的 空中跟路上的交通 OK好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部分呢 说来去中东地区啊 他们开始呢 因为伊朗啊 也开始感受到 整个疫情可能的扩散啊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是中东 那我们刚讲到再来呢 就是欧洲 欧洲过去的都是零零星星的案例啦 啊 比如说意大利啦 啊 英国啦 法国都有零星案例 那甚至法国在那个时候 也有死亡的嘛 但是呢 过去这个周末 意大利等于是瞬间的爆发啊 那这个呃 152个啊 在呃 意大利这个案例 其实最主要的呢 也是呃 来自于他意大利这个镇 呃 这个小小的镇啊 他目前为止啊 他跟伊朗比较不一样的 是他们目前找不到 他可能的感染源 那呃 就是 会不会跟先前啊 这个可能来自于中国的航班 不知道 但是很早以前了啊 那所以这个部分 不管怎么样啊 因为他是接近 呃 也是他们米兰的附近啊 就像是刚才讲到的 这个科姆市 他是接近德黑兰啊 他们的首都附近 所以呢 都虽然是目前看起来 是比较呃 属于边边的 但是呢 跟最主要的大城市啊 都还是有蛮多的一些 可能的往来 所以一单线往上 扩散之后呢 马上都扩散到大城市 所以意大利目前看起来呢 也是非常的戒胜恐惧啊 所以他们现在呢 除了这几个 呃 这个 呃 古老的啊 这个城镇 呃 都已经封锁了 他们跟城跟城之间的往来啊 这是他们的呃 总理特别出来啊 这个等于是有点稳定人心 也宣布了他们的一些隔离的措施 他们比较像是采取了 跟中国类似的封城啊 所以希望呢 用封城的方式啊 来阻绝这几个小镇啊 目前看起来的最多的案例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他们现在呢 呃 甲祖足球赛啊 正准备要踢啊 所以呢 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不是要完完全全 全面的都停止 还是暂时往后延呢 他们目前呢 呃 正在讨论当中 那现在最新的消息是呢 米兰的服装周啊 确定呢 他们要改成线上走秀了 我给你讲 所以呢 这些部分呢 是来自于意大利啊 现在也是瞬间在 过去这个周末呢 这个疫情拉高 他们所采取的一个状况 那周边的国家 当然也就担心了啊 所以目前看到呢 奥地利的内政部啊 今天表示 他们已经拒绝了一列 从意大利启程的列车入境 因为他们说 这个列车上面疑似 有两名乘客呢 感染了新冠肺炎 那呃 奥地利 他们的铁路当局 也已经停止了 奥义两国之间 所有的列车服务啊 OK好 所以看到呢 在意大利的周边的国家 也开始警戒了起来 好 所以呢 这是来自于意大利的部分 那更新的一个呢 呃 也是大家这个周末里面呢 非常关注的 就是南韩了啊 南韩这个目前的状况 呃 就是呃 602个啊 这个最新的今天 清晨为止 确诊的案例 然后呢 有六个人死亡 好 所以南韩呢 这个部分呢 也是呃 很夸张 这还来自于大邱 呃 大邱教堂 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这段时间啊 几乎呢 半数以上的确诊案例 都是来这个地方 那大邱呢 是南韩第四大城市啊 那所以呢 这个城市本身其实就很大啊 然后呢 再想上那个教会啊 这个叫新天地教会啊 如果你最近没有稍微注意的话呢 这个呃 教会的相关报道啊 也在这个韩国的媒体啊 受到非常高度的关注 因为还是在过去这些年里面 韩国呢 非常快速的 新兴扩张的 一个教会 呃 有人称他是邪教了啊 但是也有人比较中性的啊 称他是这个新兴教会 不过这个 嗯 教会是真的有点诡异啊 因为他 因为一般比较正常的 呃 这些宗教的活动 如果你真的有感受到疫情的话啊 比较正常的思考 当然就会说 尽可能的很快就宣布说呢 呃 暂停一些宗教活动啊 我这我知道的是台湾 有不少的一些呃 经常性的啊 这些聚会的 不管是教堂也好啦 或者佛教道教的这些 呃 活动也好啊 其实都因应新冠肺炎的关系啊 会暂时的公告停止 但是呢 这个大邱教堂就当初这个超级感染者 这个呃 人所在的教堂 不是哎 他们这个新天地 这个相关的教会 他是后来还跟医院请假 他们因为已经肺炎住到医院里面去了 还一个礼拜请了两次假 呃 得要去教堂 因为他们说他们这个教堂非常严格 你呃 如果说几次不出席的话 会有些惩罚的啊 罚款啊 罚什么之类的 所以他是跟医院请假 不是跟教会请假 是跟医院请假去教会 哦 那所以呢 在他们这个呃 整个呃 这个进行礼拜的过程当中啊 那他们甚至在疫情爆发之后 还一度说要求呃 教徒不要对外说 那他们一样的进行相关的礼拜 哦 说这个教堂整个呢 是密闭的空间 人跟人这样挨着啊 然后还要大喊阿门之类的 好 所以呢 这是为什么后来啊 看得到除了这个超级传播者 所带来的一波又一波的疫情 几乎都是从这个大球教堂而来啊 那所以呢 他并不是采取一个一般啊 这个宗教活动是宗教的团体啊 比较正常的反应 他不是说呢 呃 暂停活动 而是呢 呃 活动继续 然后呢 呃 这个感染了啊 又知道有这样可能的疫情 呃 还说 不要对外啊 呃 去揭露 甚至呢 他的呃 创办人 呃 还在过去这个周末的时候 还对外说这个 疫情是魔鬼啊 说是呢 呃 这个魔鬼派来要阻阻挠 呃 他们这一个呃 新天地教会的快速扩张 这个话讲起来是真的有点到匪夷所思了啊 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是来自于呢 这个南韩啊 这个大球教堂开始往外的这些 那实际上已经不只是在大球这个教堂 这个当初的这个教堂了 零零星星一些教堂啊 也都开始出现了呃 疫情往外的扩散啊 都是呃 多数都是跟这些教会的活动是有关系的 好 所以呢 这对于嗯 南韩政府来说的话呢 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啊 所以我看到这个过去这个周末 文在寅啊 他也特别出来呢 召开记者会 呃 针对这个事情呢 呃 也提升啊 把这个南韩自己的一个状况 呃 提升到了最高警戒啊 尤其是呢 南韩他们是一个这么大的 他们这个 嗯 财团啊 这个财阀 就是大的企业啊 那所以只要是企业出问题的话呢 就会很大的问题会出现啊 所以他们整个包括呢 像三星啊 有些零零星星的厂呢 事实上呢 有出现一些因为感染而停工的状况 他们就担心呢 出货会不会拉警报 OK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呃 太别看到我们看到这个经济日报的头版头条 就特别报道有关于南韩 已经出现了最高警戒的 这样这个疫情的话呢 整个面板半导体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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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蓝薰时间啊 那有关于这个新冠肺炎啊 所以在过去这个周末很快的看来在全球之间啊 是出现了一些呃 比较大的可能的扩散啊 所以呢 再来我看到一个最新消息啊 连这个威尼斯的啊 这个嘉年华也决定取消了啊 因为他们真的是扩张的蛮快的 如果说你呃 去过威尼斯 你会知道威尼斯的面具啊 这个嗯 这叫面具节 或者嘉年华 其实在每年的二月份啊 是他们的重头戏 那呃 甚至我记得我以前去意大利 本来还想要配合啊 他们这样的一个嘉年华啊 去那个地方的 但现在看起来这个吸引了全球啊 这个观光客 呃 很主要的一个威尼斯的嘉年华呢 目前也决定取消 好所以呢 嗯 包括这个欧盟啊 也对于这个意大利目前呢 暴增的状况而开始警戒 好所以呢 一个是欧洲 一个是中东地区的伊朗 那再来的话呢 是我们临近的南韩 好 所以要特别注意 临近南韩呢 这个部分呢 在过去这个周末 我们也决定把针对日韩呢 提升到第二级的警戒 呃一级的话呢 就是watch啊 就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二级的话呢 就是要特别要提醒你了 你要考虑要不要去那个地方旅游了 所以原则上来说 就就是有点暗示你啊 这个没必要不要去了啊 到的路到了三级 就直接建议你不要去了 那甚至呢 目前为止的话呢 因为日韩呢 都还是有非常快速的 这个串生的案例 所以呢 目前 这个防疫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也说 未来这几天 正会很认真的 考虑是不是要管制边境 就是说 呃不只是我们的人间也不要去 就包括日本韩国人 是不是暂时之间不要来 这件事情 会在未来这几天 呃特别的注意啊 这两个国家的疫情的发展 好所以呢 这是国际之间啊 比较受到注意的一些相关的疫情 呃很无很无奈了 啊也希望大家不要太紧张 但是目前看起来确实也必须真的要警戒啊 所以呢 这个IMF呢 他们呃 这个也在特别的啊 呃看到是在这个周末啊 他们参加在沙尔地阿拉伯呃 呃所举呃举办的G20啊 这个相关的全球的央行总裁的会议啊 那这个里面呢 IMF呢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报告啊 那针对呢 呃这次疫情所造成的经济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当然还没有办法有定论啊 但是呢 影响是已经会了啊 而且呢 越来因为有先前大家都觉得说会不会一下子就可能过去了 但很显然的没有那么快过去啊 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最新的预测呃 今年的全球的经济成长率到目前为止预测呢 会呃减少0.1% 呃到3.2% 那再来的话呢 中国大陆方面呢 大概缺点不保留了啊 大概目前的话呢 IMF呢 调降它到5.6% 比起呢上个月所预测的6%啊 也是调降了许多 那当然这些都是目前的预估了 如果整个疫情再继续下去 还没有终止的话啊 呃 显然的啊 这个部分会不断的下修 好所以呢 这些都是跟今天有关的国际的这个疫情消息 那回回过头来看台湾 台湾也要双微的注意啊 因为在亚洲部分的话 跟我们刚才讲到的几个啊 在过去这个周末 快速暴增的案例比起来 当然我们来的和缓许多 但是我们也还是属于一个上升的局面啊 好过去呢 呃这个呃 那几天其实蛮明显的没有我们有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的家庭群聚感染 呃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政府还是说这个叫做零星的社区感染 不愿意去呃说啊这个定义叫做社区感染啊 但是从白牌司机啊 记不记得一家子 到后来的话呢 是北部60岁的女性一家子 那现在的话最新的是北部的父子啊 那这个父子目前是暂时这个样子 接下来会不会也是一家子 真的就不知道了 那如果说从现在往前去推 我们印象比较新的这三个之外 其实呢呃过去的这28个到目前为止嘛啊 28个兵力里面已经是全球 不是全台湾第六期的家庭的群聚感染了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 这个最新的27跟28例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27例呢是一个高龄80多岁的爸爸 啊那这个男性啊 他因为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的病史 而且呢定期的洗肾 所以他是在2月9号的那一天啊 呃开始发烧肺炎而住院 那16号的时候呢 因为呼吸急促转到家户病房 20号啊被怀疑是肺结核 转到了负压隔离病房 那因为他的流感检测都是阴性的啊 那这个在之前 并没有怀疑是新冠肺炎啊 就从他那个时候 因为他自己本身有些呃病史嘛 而且他的一些呃身体比较不好 那但是后来就发现因为他流感怎么测 都是阴性那为什么会有那么 那类似肺炎跟流感的啊 这样子的一个症状呢 所以啊 再加上我们把这个新冠肺炎的标准扩大了 那之后才去测啊 他的是不是新冠肺炎 结果呢23号确诊 好那所以呢 呃这个部分是确定的 那他的儿子是第28里 他的儿子呢是50多岁的男性 呃他是在1月底的时候 2月31号发生流鼻水喉咙痛 那一直拖到2月4号才就诊 那2月8号因为症状恶化 到急诊诊断为肺炎 但是他之后呢回家自主管理 之后呢恶化了 然后再二度回诊 然后呢才跟他爸爸同时确诊 好所以呢目前的父子两人呢 都在住院治疗当中 说是病情稳定了 那OK之所以会认为说是家庭的感染 而不是可能的社区 就是一个找不到来源的是因为 虽然是爸爸跟大儿子感染 但是呢他们的小儿子 四十几岁是呃平凡 因为工作的关系呢 往返于大陆的啊 所以我们的防疫中心 是高度的怀疑 他们是因为小儿子的关系 所以小儿子可能症状比较轻 啊那但是呢呃他的爸爸跟他的哥哥 就是状况比较严重 而这是目前的防疫中心的说法了 啊那OK 那如果去找得到来源呢 那当然就是一个家庭的群聚感染 我想这是第一个大家要关注的 第二个的话呢是他们也是过程当中 反反复复啊那 所以并没有以一个新冠肺炎的状况 来对待他也因此 就像是呢台北的这个六十几岁的那位妇人一样 他所接触到的医护病呃医护医护人员第一线非常多 目前为止呢呃这个接触过啊的二十七二十八例的呢总是一百一十五个人 目前的裁剪四十个人其余的接触者呢还在匡列裁剪中 我想这个部分呢是要蛮值得注意了啊就是说 第一个到底我们要要不要去争执啊是社区感染这件事情呃像是前疾管局的局长苏毅仁 也是当初抗萨期间啊跟我们现在的副总统陈建仁并肩作战的啊他这几天我看他是有点受不了了他已经说不要再去拘泥再争执再是不是这个社区感染了啊就是总有一天会破的啊所以如果你花那么多的心思不断的要去让大家放心说不是社区感染所以一定要找出他的感染源你看我们一个一个找一个一个找总有一天你会找不到而且花那么多心思找他认为呢很多的医疗资源应该要去预防如果万一 社区感染到底该怎么办啊我们修学再回来 �雯旅行 辨关 Ent SheCamp 订阅 Grac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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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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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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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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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是不是做好了一些准备 包括一些诊所啦地区医院啦 是不是都有这方面的一些 不管是知识啊 或是说最新的一些防疫的措施 跟一些防疫的资源等等 可能会来的更好一点 那我是真的觉得他讲的是有道理了 过去这段时间我们也不断的去强调说 当然你是讲到说社区感染 大家会觉得有点恐慌 但是你与其让大家 这段时间去按捺住一些 可能在未来这几天 或许就已经是大部分的专家都认为 他可能会必然出现的一个状况的话 其实你不如把这个资源 拿去做更多的超前部署 那包括呢 陈时中跟这个柯文哲 在过去这几天 好像也针对到底应不应该公布 这个案例到底在哪些地方 那甚至是哪些医院 这个部分的话呢 彼此之间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那柯文哲觉得说 中国大陆就是因为一开始隐匿嘛 所以造成了这些不透明之后的一些负面的效果 他认为应该透明 尽量透明 但是呢 陈时中就认为说 如果我对外公布一些相关的资讯 是无异于防疫跟抗疫的话 他觉得就不用去公布 所以彼此之间呢 有争执 甚至呢 连这个北部的60岁的女子 是不是在台北市 这部分 两个人就斗嘴了 搞得这个副市长黄珊珊还出来说 因为柯文哲说他不知道嘛 那陈时中说地方的这个县市首长 是防疫的第一线的指挥官 怎么会不知道 那黄珊珊就出来说 他们有告诉柯文哲等等 但我觉得这些都是知为莫节了 重点就是说 到底这个针对目前防疫 我们的资源再怎么样 就算是品质非常高 然后呢 这个大家尽可能可以放心 但是终究如果这个疫情扩大来说的话呢 还是会有些资源 非常必须要去做好部署 跟分配 否则会担心资源不够的时候嘛 所以这个时候呢 可能尽可能的把时间跟精力 花在这部分的部署 跟沟通上面 可能会来的更好一点了 所以这个部分是在今天 我觉得一个焦点 就是说我们又出现了 这个两起病例 那这个定义在零星的社区感染 但是事实上相关的医疗的分配 可能应该要更加的广泛 更加的超前 那再一个的话呢 是在今天 这个我们的卫福部也宣布 医生人员除非暴准 否则禁止出国 我觉得这些事情是重要的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 就是说包括在先前的 几个确诊的案例里面 都隔离了大量的医护人员 所以包括了这一个 现在最新的 跟案27跟28接触过的 医护人员115个人 目前只有裁减40个人 那如果排除的话当最好 如果没有排除的话 等于就要居家隔离14天 那所以呢 你可以理解啊 为什么我们的防疫中心说 医事人员除非暴准 否则不准出国 因为呢 这边讲到说 你如果要出国的话 尤其你如果到疫区 中国大陆啦 港澳啦 你出国之后再回来 14天 你要自我管理14天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医护人员第一线 而且是人力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呢 会担心 会不够的 我想这是为什么 他说不准出国 那所以呢 这边讲到说 入港澳 是严格的规定 不准去 那然后的话呢 其他的地方 尽可能的 你要暴准才能去 那我想这个 在第一时间出来之后 这个医护人员 其实是有人抗议的 这个职业工会 就有人回 就是回应 就是说这个事情 并没有跟基层进行沟通 就这样的片面的宣布 但是也有人愿意 共体时间了 就了解说为什么 因为这个的背后 很可能反映出来的是 担心再这样的下去的话 你出去 疫区再回来 就要14天 那更不用说 现在的几个确诊的案例当中 又有不少 是接触到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目前呢 也都还在检疫当中 所以呢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呢 很可能我们的第一线的 这个医护人员会不够 所以呢 这些工会也有 觉得是可以去理解 跟支持的 但是他们呼吁呢 这个落实禁令的同时 必须要去设想补偿的措施 对他们来说 未来可能相关的调度 他们可能连一般的 这些休假 可能都没办法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不管是你在第一线 先前为了号召大家上第一线 其实就有一些奖金 那接下来如果说 你又要牺牲休假的话呢 我想这些补偿 跟一些鼓励 我想是一定是需要的了 好 所以这个部分 讲到的就是说呢 当这个疫情慢慢慢慢 虽然没有非常的 像其他国家非常的 急剧的扩散 所以这算我们防疫 还是做得不错的地方 但是我们也还在 缓慢的这个升高当中 所以呢 这个相关的一些资源 包括人力的资源 跟物力的资源 在医疗第一线 我觉得都会到现在看起来 是一个必须要做好 非常谨慎的 跟非常缜密的规划 跟部署的时候了 否则的话呢 万一再继续的扩展下去的话 终究这个医护人员会 撑不住的时候 不管在心理上 在身体上 包括一些医疗的物资 很可能也都有需要 特别的这个管理 去部署的时候 OK好 我想这个是在今天 我们看得到 这个最新的案例出现 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好那包括呢 这个防疫的指挥官员中 也说这个案越来越多 当然就要特别注意 然后这个疫情 会有外扩的情况 是要注意的 好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在今天 有另外一个肺炎的消息 但是这个肺炎的消息呢 不是新冠肺炎 是李登辉前总统的肺炎 这个呢 是放在 苹果日报的头版头条 因为他 先前过年前后 说是喝牛奶呛道 但是他住院已经两个礼拜了 还在里头 那所以呢 就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那在昨天呢 李登辉办公室的主任 王彦均特别出面强调 这个李前总统的意识清楚 可以简单明确的表达 目前呢 正在稳定的 缓慢的恢复当中 没有办法说明 何时康复出院 但是意识是说 是要恢复中 我想他之所以会需要 这样澄清 我想跟这段时间的 新冠肺炎是有关系的 那当然也跟他感染肺炎 他年纪也很大了 98岁 所以呢 几次进出医院 都引起一些大家的关注 那当然就是怕 他这个身体不好什么等等 所以呢 谣言也很多了 所以呢 在昨天呢 这个他的主任 王彦均特别出来 澄清这件事情 OK好 所以呢 这些呢 是我们看到 今天相关的这个疫情的报道 那当然明天是开学日了 那为什么 这个包括苏议人会强调说 其实与其去 拘泥在是不是 这个社区感染不如回神 关注更多 就是因为包括开学 这个不只是国中小学入学开学 大学要开学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可能担心清明扫墓 人员的流动 两岸之间的互通 都会越来的越多 所以呢这个部分 大家也都是提高警觉就是了 所以明天开学日 希望大家 都平安 都健康 拜拜